大家好,我现在甘肃白银 我的右边是金岭公园 走,我们上去登高望远 看远处的山脉 空气清新啊 看一下这个大草坪 哇,不错吧 好多台积啊,爬山 上面写的四个字就是金岭公园 那边有个亭子 我们走到那个最高处 上来了 看一下这块大石头特别好看 金岭公园 再看一下旁边的小亭子 关键是要看右边 哎呀,太漂亮了 看一下远处的那个山 哇塞,这个空气质量 没得说啊,朋友们 一点空气当中 一点杂质都没有 干净的不得了着呢 虽然说它这个山上没有什么树 但是看起来还是 相当震撼的 尤其是我现在 正前方看到的这个山 这个山不得了 这个山的海拔应该在两千米以上 看一下它那个山顶上应该还有一个古建筑呢 哦,厉害了 它那个位置登高望远的效果 那是相当好啊 我脚上踩到的海拔是一千六 那个山大概在五百米 两千一百米的海拔应该有了 今天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把望远镜带着 因为这么好的这个风景 嗯,说实话 那在武威张业 包括还有嘉鱼关 当时它虽然也有山 但是一直未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进行观测 因为它不能登高望远嘛 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包括在兰州 当时它也有山 但是兰州的山它没有这么雄伟 知道吧 它这个对面的山 算得上是比较雄伟了 尤其是我正中间的这座山脉啊 真的特别的好 是我目前在甘肃游玩了 嗯,这么多个城市当中 看到山景当中最好的一个 当然武威张业嘉鱼关 它也有好的雪山啊 七年山啊 但是一直没能找到像这样一个好的角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 白银这个地方的风景 这个金岭公园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小亭子 不错 这个位置绝对好 哎呀,这个位置更高了 关键是 空气质量真通透啊 你看一下 空气当中一点杂质都没有 太清爽了 那个下面是一条铁路 这下面好像是一条河道呢 再看一下公园的另外一边啊 等一下我们就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前面有个小的湖泊 一定要找到那个小的湖泊 不然的话 就等于没来这里啊 哦,它这里好像是建的一个湿地公园 挺大的 在铁路的另外一边呢 然后另外一边应该是高速公路 那个方向就是景泰县那个方向 黄河石林的话 应该在这个方向大概45公里的地方 还是有点远的 这个山,哎呀 今天没带望远镜 可惜了 太漂亮了 这个 这个公园是我在甘肃省游完了这么多个城市 最好的一个公园 尤其是刚才我一开始坐的那个地方 观测这个山是最好的 这个亭子这里反倒不是最好 因为前面有个信号塔挡住了 还有我们继续往前走 去找到那个湖泊 看看那个水 这个草坪也可以啊 这个草坪 呃,一看就很厚实 这个长条椅不错 我要过来坐一会儿 哦,这个位置看这个山还是无折挡的 但这个白色的房子碍事 要给它拿掉 因为白色的房子在反光嘛 影响了看风景 再回头看一下这个亭子 完美的不得了啊 太漂亮了 这个音乐特别好听 我听过这个歌叫春光美 唱歌的人叫什么名字 我这一世半活想不起来了 叫什么名字 是一个是一个阿姨了 至少有七十多岁了 我估计 但歌曲的名字我有印象 我记得是叫春光美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 看一下这个角度的画面怎么样 简直是人间仙境啊 我就喜欢这个早晨的太阳光 洒到这个草丛里面 哇塞,太棒了 在空气质量这么好 然后这个绿化有这么好的情况下 人在这里散步 这个感觉无敌啊 没想到白银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目前来讲 这个公园在甘肃省排第一 无敌的 为什么能排第一 因为第一个能看到山 第二个 就刚才那一个角度的画面 还有这么好的草坪 嗯,不得了不得了 继续往前走 哇塞 这个角度的画面 无敌啊朋友们 不愧是甘肃省排名第一的公园 无敌 无敌 太厉害了 前面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湖里的那个公园 啊 那个湖 那个水塘 我终于找到了 这个地方要没找到的话 那这个公园最核心的地方没来啊 所以说是一定要来的 从左边往右边看一下 哦,这个水塘还挺深的 而且是这种斜坡 水翻绿光 说明它很深啊 少说也有个三到五米深 中间可能七八米深都有 它那个中间一看 那个站到年代久远 然后再往远处 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阁楼 右边还有个小亭子 这我才走了这个公园的一半 因为对面还有一大半 嗯,那边面积更大 我是打车专门从北门进来的 这次选择的是正确的 因为北门能看到山 就凭这一点就无敌了 这块地方能看到很多小鱼在游泳 还有乌龟在游泳 这个水真的像一块翡翠一样 碧绿清澈见底 从湖边走到另外一个角度 看一下这边很多的楼房 这个地方应该才是真正白银的市中心 最精华的地方 它这个草坪长得是真好 这边很多在建的楼房 那边有好几个篮球场 同学们正在打篮球 这个方向远处15公里的地方也有山 但是更远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角度的山 太棒了 尤其是这个树 好凉快 再回头看一下 远处这个漂亮的山脉 哇塞 这个金领公园怎么样 甘肃省排名第一的公园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